继续带一看我们的独家报道 新北市三峡日前有外送员送餐的时候 撞到停在路边的机车 当下不但是没有下车查看 甚至没有留下联络方式 假装没事就离开 事后车主来牵车 发现机车停放歪斜 加上无故多了刮痕 立刻就掉阅了监视器的画面 找出了照视者 不过附近停车位难找 店家也坦言大家都乱停一通 车子被撞竟然成了家常便反 一整排机车停在马路旁 这是一名外送员 取好餐点准备送餐 转了龙头油门一催 下一秒直接推撞到前方的一辆机车 但最让被撞车主气不过的是 对方竟然肇事逃逸 我们有去掉监视器 出来才发现车子是被撞到引擎盖 毕竟你是撞到别人车 如果你对一个很爱车的人来讲 你突然撞到 所以心里会很不舒服 新北市三峡31号晚上七点半左右 当时老板机车就停在店门口前 但外送员撞了车后 当下不止完全没有下车查看 也没有留下联络方式 就落无其事离开 虽然车顺不大 车主没有要报案 但这附近类似情形 确实很常发生 当时外送员撞上的机车就是停放在这里 实际看到现场可以看到机车是停得满满满 而附近店家也坦言说 在这里停车没有小片 恐怕就是很容易遭到擦撞 如今随着网络外送平台服务越来越普及 外送员竞争激烈 多半为了强快送餐 马路上横冲直撞 虽然这回只有轻微擦撞到车子 车主不追究 但遇到这样的情形最好还是报警 避免后续热来更多麻烦 记者万家伟周瑜采访报道